10月25号张家辉 刘青云 古天乐 导演陈胜出席香港亚洲定节开幕片 扫读世界首映 三人都表示拍摄此片开心大于辛苦 在陈胜导演的促成下 三人更崇畅郑少秋的是要入刀山 张家辉更笑颜要他们三人唱歌 比演动作戏难多了 拍戏比较容易吧 因为那个时候那首歌还没完成 然后我们听的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 我们就光跟着你 他们什么时候给我们的版本去唱 所以出来的时候 好像下一个人都不是在同一个版本上去唱这首歌 扫读也受邀成为罗马电影节并幕片 刘青云和张家辉都表示将会出席 首次敲望罗马影展的古天乐表示十分期待 好像只有青云一个人去过 我从来也没有去过 所以这一次我过去我觉得也会很开心的 因为我希望我们到时候会有时间 他会带我们去一些不同的公司 对 还有这一次是当地当然是很想吃我们这个片 然后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吧 然后一大伙人跑到那边跟其他的电影去交流 我们也特别的觉得光荣吧 我会带她去 咖啡和千万 我想我不会了 他会 他会跟我去 好 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